纽约证交所在周五早上9点03分 用一分钟的时间向911事件致哀 因为20年前的这个时刻 纽约世贸南塔正好被第二架飞机撞上 拜登预录好的六分钟演说再度强调 911事件20周年美国得靠团结面对一切 回顾911事件客机冲撞纽约世贸双塔 当时110层楼高的大楼就在全世界眼前崩塌 搜救人员回忆当时情景都还历历在目 当然这起事件也成了阿富汗战争开端 10年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就已经预言 塔利班可能重新夺回阿富汗的政权 他更预告阿富汗会沦为恐怖主义温床 现在看来美军过去20年反恐的努力前功尽弃 而且现在还出现更大威胁 911恐攻20周年前夕 塔利班果然如美国大使所说重新掌握阿富汗 过去这20年还多了ISIS这个恐怖组织 美国在911满20年的此时 也再度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 TVBS新闻综合报道